這個部分我會和大家講解一下PSLB項目的兩個工具 包括了一個叫做中小企業永續創效自憑工具 另外一個叫做永續發展路線圖和永續創效工具 這兩個工具其實都是給中小企一個入門的工具套 讓大家知道如果公司想做永續發展的話 想將永續發展的元素放入公司的營運上 甚至是策略上的話可以是怎樣做的 而這兩個工具套其實都已經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免費給你們使用 還有中英文版本 就你們的語言優先 你們都可以去選擇想用哪一個版本 首先我們去講一講這個自憑工具 自憑工具上其實我們項目的團隊都用了大概半年的時間開發 在大概今年的五月份的時候 其實都將這個網頁版的自憑工具放上去我們的項目的網站上面 這個項目的工具其實都是想給中小企業的資源 讓他們知道自己在做這些永續發展的工作上面 又或者是如果他想開展永續發展的工作的時候 他們可以是怎樣著手的 這個自憑工具其實都應用了我們在這個項目下面 一個叫做SBC management framework的原則的一個框架 在這五個的dimension下面包括了 就是governance、workplace culture、customer supply relationship、resource management和innovation上面 去到評估一下公司在做永續發展的一些工作上面 他們的成熟程度是怎樣的 而在這五個大的範圍下面 我們都包含了19個的永續發展的一些範疇 去評定其實公司在永續發展的那個成效上面的那個表現是怎樣的 整個的自憑工具就會包括了有59條問題 那裏面這59條問題其實都是一些在SBC management裏面 比較成功的一些營商的手法來的 那跟不同的中小企去到做過一些的接合之後 其實都知道其實做這個自憑工具大概需要的時間 都只是40分鐘而已 所以其實都是很快可以完成得到的 而這個自憑工具其實都用了不同的國際上面 又或者是在地區上面的一些standard去做出來的 我們整個的方法論其實都被譬如是參考了有GRI的standard 又或者是其他坊間上面一些永續發展的指數 譬如恆生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 又或者是DGSI這一類型的永續發展指數 那些評估的方法去做出來的 那接著下來我也想跟大家去講解一下 究竟我們做這個self-check的時候那個步驟是怎樣的 以及裡面會有什麼元素在的 那好像剛才這樣說其實我們這個self-check tool都放在我們網站上面 只要你上我們網站去按一個叫self-check tool的那個 tab的時候 你都已經會進入到我們這個工具了 那當你進入了這個工具的時候 第一版就會給你們一些背景資料 究竟我們這個 tool的目的是什麼 裡面會評你們的一些範疇是什麼 再下去下一版就會想你們提供一些公司的基本資料 以及你們填報人的一些資料 那之後就是那59條的問題 那回答完這59條問題 那就會在電郵裡面 其實你們就會收回一個叫做評估上面的結果 那這個評核結果呢 裡面就會包括了有一個總分 那除了總分之外 也會給大家知道 究竟在這次的寄付裡面 你們的表現成是怎樣的 究竟是我們現在分類上面 初級 入門 高效者 還是一個領袖的一個角色 而這些的評估上面 除了會說回你們一些分數上面的東西之外 也會告訴你們 其實你們公司在表現裡面 哪些的位置是表現得好些 哪些位置是表現得不太好 那令到你們可以有一個資料 譬如我在未來想做一些更改善 我在哪些項目上面可以再做多些 那除了一些文字上面的描述 我們都會給你們一些數字上面的 一個 breakdown 那譬如在中間那裡 你會見到一個雷達圖 又或者是旁邊會有一個細分 那這些的位置 你們都可以用回做一個參考 那除了是自己公司上面的分數 我們其實都很想給到公司你們 有一個的idea 知道其實同學 又或者是你們差不多size的一些公司 他們的表現是怎樣的 那所以在這個評測的結果裡面 其實我們都放了一些連結在那裡 那裡面的連結都會去回 我們在這個畫面 右下角的那個opticon 就會有一個代表去表現 究竟現在已經做了我們這個自明工具的 一些機構他們的表現 平均上面是怎樣的 那也可以按回自己的interest area 譬如我想知道其實 同行在做一個基本上的分數 那個表現是怎樣的 我可以自己去看回那個相應的欄目 那除了這些 本身公司的那個表現的對比之外 我們都很想給到公司有一個的感知 其實就是我去做這些sustainability的工作 其實不只是為了自己公司的營運上面 都很想告訴公司 其實你們做這些工作 和世界上面 又或者國際上面的一些standard 又或者一些commitment 其實是接軌的 所以我們在第二頁的時候 都會去包包 都會去說回你們在這個行業裡 究竟有些什麼sdg 其實是和你們相關的 那譬如在這個example為例 如果是一個import export的一間公司 的話 其實他們可能在sdg 8 9 12 和16 都會有一些可以做到的items 那究竟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表裡面 亦都會去說回一些actual bond items 給大家 去做回一個建議 那希望大家可以除了想一下 其實公司自己 可以做到些什麼之外 都可以去知道 其實如果我想接軌一些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的話 我可以再做些什麼 那而我們這個的 平核的佈局 其實除了可以讓公司知道 內部上面去做回一個溝通之外 其實你們都可以用我們這個result summary 去跟外界的一些公司 去做一些溝通 因為往往其實現在很多的公司 都會 譬如在你們供應鏈上面 他們想招標 他們都可能會想知道 其實那間被招標的公司 他們的表現是怎樣的 那你都可以用這個result summary 去告訴他們 其實你們不止在環保上面 譬如拿了一些i數 你們在整體sustainability的表現上面 是怎樣的呢 可以用這個表格 去做一個demonstration 那除了我們這個self track tool 我們也有另外一個tool kit 就是一個roll map and kickstarter impact toolkit 這個roll map and kickstarter impact toolkit 其實都是想給中小企一些的概念 知道究竟business sustainability的一些元素 是什麼 和你們中小企究竟會有什麼關係 再去和你們一些working level的一些同事 去做一些guidance 譬如在不同的策略上面的formulation 或者是真的做一些實務上面 我怎樣真的可以把sustainability 放在我的工作裡面 那這個kickstarter impact toolkit 其實都放了有三個部分 包括了剛才我所說 一開始一些basic concept 然後就會有六個enabler速度工具 這六個速度工具 其實在坊間上面 就不是說很常見的 都會是和公司有一定的關係 就是在做你們的一個營運的策略上面 的一個編制上面 那我們這個enabler的目的 都是想給中小企有一個概念 知道其實我要做business sustainability 會不會有一個roll map可以跟得到 只要我跟得到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說 給其他公司聽 我已經是做得很好 那在enabler裡面 其實都會涵蓋了六個的項目 包括了就是 怎樣去做一個企業的宗旨 怎樣去設定一些governance structure 又或者一些mechanism 怎樣去做一些action plan 去設定一些baseline 以及去formulate一些target 以及去做一些payload上面的東西 那如果公司想再進一步 去做sustainability做好一點的話 我們都就著我們在sbc management下面的 十九個sustainability aspect 搜集了不同的一些external references 去給予不同公司 又不同的interest area 他們都可以去參考 我們這個toolkit的設計 在enabler上面 大概的structure就是這樣 一開始就會說 我們這個主題 會說什麼 究竟什麼是sustainability target 然後都會去描述 或者分析一個sustainability target 他究竟那個概念是怎樣的 他那個structure是怎樣的 有沒有一些現實中的例子 去跟大家做一個分享的 那當看完這些比較背景的資料之後 都會有一些exercise 去給大家做的 譬如我們在這個chapter 裡面都會去說 怎樣去幫到公司 去設定一些 永續發展上面的目標 就著剛才你們在toolkit1裡面 那個result summary 所展示出來的一些result 我們都會去分分不同的類別 去給你們一些exercise 譬如如果你們在result summary裡面 看到自己是在做一個初階的一個status 那你們都可以做回最簡單的那個exercise 那如果你們是一個leader的一個角色 那你們就會去做回最繁複的那個exercise 那這個就會是令到公司之間的sustainability 那個進程都可以就住我們這些資源去做到一個enhancement 那除了我們去做完這個exercise 那之後會是怎樣呢 那我們都會給你們一些next step的information 給你們 那還有再給一些extended readings 那最後都講一講 我們這個toolkit 究竟跟坊間的一些resources有什麼分別 那其實我們這個toolkit 都是全港 又或者是全個大中華地區 第一本 真是all in one的business sustainability的publication 那裡面其實都包含了很多 你要做sustainability的essentials 的一些基本上 你要知道的一些知識 那也是第一本 或者是第一個 正是專門是for SME的永續發展路線圖 那讓公司知道 其實如果我無論是自己去做sustainability 或者你真是找sustain 去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可以跟著什麼的藍本去做這些事情 那也是在一個capacity building上面 我們都可以給你們一個step by step的 一個guidance給你們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們這個methodology 都會是就住不同公司的那個步伐 以及他們的那個圓景 去做出來的 因為我們都很想 就是address 其實不同公司 在做sustainability上 可能他們有一些是 覺得要做得更加好的 可能有一些純粹是起步階段的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又或者我真的只是想很初步地去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aspiration上面 我們都可以在這個toolkit裡 描述到 如果做完這個toolkit之後 我們都可以很肯定地和大家說 你們在risks management上面 又或者是和一些 一些international的standard 去接軌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最重要的一個point就是 其實這個toolkit 都是受到我們另外sbc commitment的 一些簽署機構的肯定的 所以當你們做完這個toolkit之後 其實都可以和他們這些公司說 他們都會認識你們的努力 無論是之後 你們在工作上面 生意上面 有沒有一些opportunities都好 其實都對於你們的業務的發展 又或者是真的做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上面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